- 傳說一家親 對 真的是一家親 就是友好的就是幕後的團隊 搭配主播賽評以及強勢的每一支隊伍 才能帶給大家非常精采的GCS的傳說對決比賽 對 那這邊也要感謝幕後的工作人員 OBISO 導播等等之類的 導播你們這時候一定超超滴下一滴淚了 對 來到今天就是最後一個BONE 3的第二場對決 ME的位置是有被抓到的 對 阿亮非常兇 利用女超人的遺跡算說她的距離是有點短 但是中路那個牆還是可以隔過去的 這就算是女超人的一個小技巧 也是在可能在前期在找人 有沒有在蹲點的時候可以去做使用的 對 就直接穿過去喔 因為女超人很坦嘛 前期來說 那兩邊的話是稍微有去探一下彼此的位置 但還是很安穩的是五星的站位騎手 對 來這樣五五開來的局面 林地是可以順利上到四等喔 順利上到四等對SMG來說等等的會戰碰撞發生呢 威力騎可能會輸林地的喔 是 因為畢竟我們都有說到說 如果你前面沒有好好壓制的話 哇 那個真的射起來不得了 對 而且MS聽說最近很會玩射手啊 你又講出來了 他都選出來了 好啦 對啦 其實在上一週對上HQ的話 雨翔的林地也真的是大殺死防 太可怕了 怎麼紅BUFF是有看到奇奇在吃囉 是有看到奇奇為著三名成員都來了 雨翔還利用1技能去探一下 側邊草叢有沒有人要來了 奇奇的制裁 是 奇奇的制裁有拿到的情況下回頭要打 但側邊阿亮也趕到了 想要來留人 瘟疫吐息下去 是把SMG的人給逼退了 跌展下去的情況下的話 再牽制兩名成員 但要看一下Hansel有沒有要再過來 或者是阿亮要拿一個包夾 但承接之錘是往側邊拉開了 對 三方直接拉掉喔 不得不說 剛才那個制裁如果沒有吃到的話 SMG會虧損非常的多喔 奇奇有可能直接倒下 但是 奇奇的鬼子制裁 真的是很厲害 在三個人錄影的情況下 還可以制裁得到 然後讓自己順利上到四等 甚至直接凶對方一波喔 是 那個眼力的專注度 那個紅BUFF血量掉的 那個數字 要抓得很好 對 如果剛才呂布斯三等的情況下 是很有可能被MS這邊的領地做擊殺喔 是的 這邊反倒是SMG來到了對方的紅BUFF位置 想要來偷 想要來打架 但是利用普雷塔的二技能就已經勸退了 回頭只能來安穩的吃自家的野怪 對 HANSEL最開心的時候就是這時候了 因為呂布是沒有魔的 有藍BUFF的HANSEL就是不一樣喔 MS側邊一個中斧葉 對 宇翔已經在旁邊蹲好了 如果SMG不小心往前靠一步的話 很有可能就直接被林蒂打一套喔 是 就林蒂直接叫姐姐出來打 對 那這邊SMG在下路待了一段時間 各種草叢都探過之後呢 果斷的判斷 MS是在上半步的位置 而且MS的話也沒有要來 來爭這條魔龍是果斷去做的 去拿你的紅BUFF喔 對 以紅BUFF換取魔龍的話這樣是 對林蒂來說是賺的 可是對整體的團隊來說 MS是虧損一點點經濟的 是的 雷蒙真一跳跳到了塔前 但是MS的其他三名成員全部都敢來了 SMG只能往後撤退 對 你算一下魔龍的經濟嘛 就是每個人全隊都加 可是如果林蒂去吃紅BUFF的經濟 再加小野怪的經濟 他個人的經濟是會超過 你對方一個人的經濟 對 對 所以MS這邊的策略就是 把經濟都灌在林蒂的上面 儘管放掉魔龍 他們也要讓林蒂肥起來 這就是 有時候會做一些犧牲跟取捨 對 因為畢竟魔龍那邊的草叢 是有點少的 SMG也不會灑灑到 草叢旁邊跟你打徽戰的 對 因為畢竟草叢 就是林蒂最喜歡的地方了 這邊直接探到了對方來吃 這個紅BUFF 而且紅BUFF是有瑋瑋可以拿到的喔 這波的入侵 阿亮側邊也趕到了 但沒有要出手抓人 對 因為詹尼爾是還可以跳下來的 是的 而且 哇 阿亮是直接從上半步 就走下來要去做支援 對 這邊趕回去也是剛剛好來得及 防守這波兵線的喔 而且雨翔的話 各方面追擊著阿亮 雨翔這邊 這邊想要卡開阿亮但是 稍微慢了一步喔 只有稍微消耗了血量 但回到線路上的話 在塔下就 不能這麼衝動 這個古龍是由 MS給拿到手 雷蒙陣已經跳了 是跳到了MID身上 MID瞬間就繳出了他的瞬移 對 SMG這邊想要入侵紅BUFF 可是被MID的一個撕裂大力給阻攔 阻攔的情況下呢 雨翔趕快把這個藍BUFF給吃掉 然後做一個撤退喔 是 不練戰 所以不練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剛才林蒂的制裁是在 SMG的眼皮底下呢 是已經放到古龍上面了 所以他們想要入侵這個藍BUFF 也是應該的 是的 四葉大地的話 只有先振飛的是海牛 但因為畢竟林蒂的手還是偏短 所以要點塔 還是不是 那不是那麼的容易喔 對 那這邊 MS其實是想要打架了 因為剛剛的話是 SMG也是 如果MS想打架 其實SMG就是不給你打架 對 他們就是不斷的去做 兩邊都是啦 兩邊就是 一方想打一方就是果斷撤撤 對 目前還是一個0比0的狀態 某龍的話 一樣是由SMG給掌握到 但MS的人 都把人數壓在了偏上半部的位置 對 MS把金雞都灌在林地上面喔 是 變成MS走一個212 是剛剛是MID的朗博 稍微保護一下小姨的龍馬 現在回頭MID趕緊去做其他部分的視野出來 對 目前還沒有一個關鍵性的順風或逆風的局面 是的 雙方打著很穩的五五開 MS剛剛是麥姬跟 宇翔的分工合作做得相當漂亮 對 是由麥姬的讚尼也去牽制神力超人 那宇翔就安穩的去點塔 消化塔的血量 對 儘管是SMG這邊帶走兩條魔龍 可是林地還是不斷的去吃對方的野區 導致雙方的經濟還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是的 現在畫面上的話 是SMG是大局來到了上半部 在草叢裡頭蹲 是兵線已經進來了 看來SMG就四人 就是要強拿你這個凱撒路的外塔 想要一定用性命來拚 但比較可惜還是倒下 這邊守得住嗎 剩下最後一間是塔還在的情況下 但普雷塔來了還是倒 對 以這種局面來看的話 雙方是做一個 鏡像的交換喔 是的 但比較虧的是MS倒了兩名成員 對 那相較來講說海牛這邊是沒有倒下的喔 那剛才MS那個塔其實是應該可以放掉 倒兩名成員是有點太虧了 因為畢竟你戰尼爾清兵線的能力大概就那樣 你跳下去炸開來 前期是不太會死掉了 是 所以跳下去炸開來也就意味著 跳下去就很容易被對方給包夾了 而且你跳下去那一招用掉了 你要撤退就難了 對 你就沒辦法撤退了 是 你那個CD時間沒有那麼瞬間就可以回復了 這邊的話是被動打出來就已經探查到Hansel在草叢裡頭喔 對 不過剛才兩顆人頭掉落還是沒有太大的經濟差距 雙方是做一個鏡換的交塔動作 是的 現在魔龍是由MS先開啟的 現在魔龍是由MS先開啟的 四名成員都在 只有小一的龍馬在上半步 我們來看一下瘟疫突襲下去 失業大地想要牽制一下更幾進場的位置 SNG這邊也很聰明喔 知道林地在草叢的會戰是非常厲害 所以他們通常看到林地在草叢 就不會跟你碰撞喔 是的 但變成說花了人力去吃魔龍的MS 中爐有點 就是人數不敵SMG 是讓SMG拿到中爐的外塔 是有圖倫拿到這個藍buff 入侵是有成功拿到自己想要的 兩面差距一直是咬得非常相近的喔 這一局好溫柔 就跟剛才的教練握手一樣 哈哈 塔樹上面來說的話 是SMG先領先了一座塔 麥基的話是又再一次被SMG的人員給 就是針對了 想飛沒辦法 其其三段位直接是阻止了你 那MS在另外一邊也是拿到了Hansel的人頭 微微的話已經在魔龍路外塔待命 只能各方面把兵線給清掉 但SMG有要給機會嗎 沒有 往前阿亮腳出的瞬移 往到後方直接是把Poleta給帶走了 但中路的外塔是有MS給拿到喔 雙方打工師都是很少去碰撞的 都是一直在做交換的動作 沒有一個正面的碰撞情況下呢 雙方不斷去做交換 所以雙方的經濟一直沒有拉太開 勝負真的很難去斷定喔 而且他們都是多打掃多打掃多打掃去的 對 你這邊多打掃那我另外一邊也就多打掃 可是 SMG這邊的經濟是全部灌在Hansel上面 他的經濟是全場最高的 那MS這邊是灌在龍馬跟林蒂上面 是 這樣就變成後頭的話 如果MS可以抓Hansel的話是最好的局面了 手臂組已經開了下去 護盾子成功是 撐到了SMG其他人員都來 對 林蒂在草叢跑速真的是非常快 在草叢直接用走路扭掉了阿亮的大絕 因為畢竟是草叢就是林蒂最喜歡的位置了 因為SMG這邊也不太敢靠近草叢跟MS來做一個會戰的碰撞 因為林蒂現在裝備也是非常的痛 是 SMG完全不給麥姬活路啊 麥姬這場過得一定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痛苦 已經是三番兩次的被SMG給照顧到 而且SMG的目標就是要來拿你的 凱撒魯內塔 所以那時候普雷塔的公用就出現了 對 普雷塔也來囉 普雷塔來了但只吐了一口衣技 就沒辦法拿到任何好處了 終於在最習線的位置把海牛給帶走 那直接藉由草叢直接往後撤退 那這邊海牛守抬守得非常漂亮 成功守住下路的二塔 反倒是SMG的進攻 是 只有 這邊有兩個人想要來拚 想把Hansel給帶走 但Hansel還有一個免疫 這時間麥姬的生死降臨 起到效果非常卓越了 終於是把Hansel給炸死 但是一個人要面對的是 其他兩名成員 麥姬也來了 手運作開了下去 露燈指向漂亮 但世界大帝成功掩誤麥姬撤退 現在的話就是 麥姬要被賣在前方了 奇奇這時間往前一流 成功搭配塔的傷害量 把奇奇給帶走了 麥姬還在做逃脫 這個正眼到手 沒辦法拿到她的人頭 往前一中牽制到兩名成員 但還是倒下 麥姬這個救援真的是 來得非常地及時 最後的結果竟然是用一個 輔助的人頭換一個打野的人頭 這是非常賺 對MS來說 對 一開始Hansel進場 真的是非常漂亮 Hansel進場讓MS這邊撤退不及 可是後續的麥姬跳下來 是成功垂死的Hansel 我覺得兩邊的支援跟抓人的目標 都是非常令我們訝異的 而且是很漂亮的一種 應該說這場比賽是看下來 我目前看所有比賽 一直持續著五五波的拉打 對 從來沒有看過誰會戰是穩贏的喔 沒有像前面兩個BOW3來說 我們可以很快就看到說 哪一方的後期或者是他的勝利 是大於對方的 對 宇翔在這場臨地的走位 真的是很漂亮 不得不說 難怪MS最擅長是射手 四名成員來抓的是海牛 想要來跳 但不給你跳 一炸是把海牛給留住了 SMG其他三名成員有來 但一來只看到海牛躺下來了 對 那這邊 繼續做草叢的會戰碰撞 是 而且MID的話是 朗博一個人在前方 領著MS的其他三名成員 甚至是牽制了SMG的人 不敢來收他 對 Hansel不得不去補下陸的兵線 那最肥的Hansel去補下陸的兵線 那MS其實就沒什麼可怕了 是的 他們也看到對面Hansel在下陸出現 直接果斷開啟這條凱撒 這條凱撒 對於畫面沒掉到的情況下 凱撒已經開了 各方面的樹影都繳得出來 根據被留在了前方 Hansel這時間也來囉 雖然是一技能有敲 被盜兩名成員 但有凱撒之力的MS 現在目標在 凱撒路的外塔 內塔 本身是內塔 雷蒙正一跳 雖然兵有輕調 但塔也掉了 對MS剛才真的很聰明喔 不斷去做B塔的動作 那 SMG的Hansel在下陸露頭的時候 直接果斷開啟這條凱撒 最肥的Hansel沒有來 你的輸出會完全打不贏我們 儘管你是一個4打5 然後我們扛著凱撒的情況下 MS也是有把握打贏這場會戰 是 而且MS他們在 就是分工合作上面 就是一直以來都做得很好 剛剛的話是密德一個人在牽制 則讓SMG不能掛到凱撒之力 這個範圍裡 對 儘管宇翔在這場會戰當中 沒有打到太多的架 可是他在轉線的動作 他要輕拚線的動作 不斷地去消耗對方的血量 真的是 玩得非常亮眼 是的 因為基本上有著凱撒之力 外塔 都是要讓有凱撒之力 那一方 可以拿到手的 對 如果你在守外塔 跟對方凱撒之力碰撞的話 真的是有點虧 對 因為畢竟 我們一直都在講的是 高地塔的價值 你守住高地塔的價值 是最重要的 對 如果有凱撒之力 在我說完這句話的時候 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現在來到了中路的內塔 換宇翔從這邊點他點的速度 相當快了 阿亮被緩速留在前方 雷蒙真跟著跳 只震飛了內的一個人 邰奇 這時間點 生死將領已經開掉了 對 現在普雷塔的裝備 已經進入到後期的階段了 現在炸人是很痛的 是 現在是連SMG想要守塔 都要躲一下 宇翔的二技能的陷阱 還要躲掉的是 瘟疫吐息的傷害量 而且從側邊 隔著牆 刀氣縱橫 也是要小心的 對 SMG這邊的陣容 是沒有一個人 可以遠距離親這個小兵的 是 這時候 SMG大局 踏出了高地塔來力拼一搏 剛剛是由阿亮師 開啟了這部會戰 但沒想到先倒的是琪琪 但第一時間 宇翔也被抓掉了 生死降臨 來 奶奶一手 這一口血量 但它亮起來 還是可以再站的 前方的話是麥基一個人 是牽制著 Hansel 一炸死直接被炸死了 現在前方也是倒下 對 那剛才 不得不說麥基那個跳 真的是非常的關鍵 跳得非常的好 他在前面不斷的去吸引SMG的注意 然後一次跳 是直接補到三個人的血量 是的 那SMG這邊的 剛剛轉過 Otzer以雷蒙鎮下來 是起到一個清兵的效果 手印著開了下去 對 剛才的開戰 SMG第一時間就把林蒂給抓掉了 其實也是有抓對了 可是後續的輸出 還是讓普雷塔給成功打得出來 是 因為後續的輸出 完全都是靠普雷塔跟龍馬的牽制 來做一個輸出的搭配 所以SMG他們第一時間 已經先把宇翔給抓掉了 對 最痛的林蒂已經抓掉了 可是沒辦法 普雷塔跟龍馬還是有點煩人 對 對 再加上麥基剛才那個跳 是一次補到全體 那個很關鍵 是真的滿關鍵的 就變成說SMG他們雖然是追擊的那一方 但沒想到這一個升級 降臨一跳下來 變成SMG要趕緊逃 不錯 現在是MS拿到了SMG的凱撒路 以及中路的高地塔 對 那高地塔已經掉兩座的情況下 SMG必須來守住最後一個高地塔 可是現在目前已經進入到 大後期的階段 普雷塔的輸出已經非常的恐怖 那SMG這邊的陣容是沒有人 可以遠距離去清這波兵線的 就要很注意了 因為勢必要清這波兵線 就一定要承受普雷塔的瘟疫突襲 可能要吃好吃滿的 而且如果你人要進來 你可能還要先被普雷塔的二技能給彈開 對 被彈開然後又再吃一套 因為有兩次的瘟疫突襲 是的 現在不會跑 現在已經來到了摩龍路高地塔前方 是留了麥基爾 讚尼爾 在上半部的地方牽制著奇奇的旅布 對 然後SMG這邊 已經來到對方的高地塔裡頭了 讚尼爾 麥基側邊一跳 已經牽制著奇奇了 這時間點全部招式灌了下來 實至降臨奶血了是微微的血量 阿亮在側邊是被宇翔給終結掉 現在往前一流 是留住了是海牛 但沒有關係 還有高地塔的情況下 SMG剩下四名成員還可以往後 去回到溫泉裡頭把血量補了起來 對啊 這邊應該是要來強攻這個下塔 是的 當然MS一樣一定要穩住 一定要穩住才能把森林給拿到手 現在溫泉裡頭是再一次的牽制 雷夢正跳了下來 但這座塔已經倒下了 現在各方面的會戰已經開啟了 情況下 是讚尼爾在前方已經被牽制住 生死降臨 成功 就來到隊友身邊 但奇奇做到的效果是 已經把普雷塔給解決掉了 對 那這邊MS要來做撤退了 這邊復活起來 復活起來的麥基是在前方 把奇奇給帶走了 再搭配的是後方還沒死掉的宇翔 對 抓到SNG一個回補 應該說在回青兵 回青兵線的狀況下 讓海牛一個人留在外面 所以宇翔又回頭來收掉這個海牛 是的 對 密德的寶牌也是寶得非常好 可以看到剛才第一時間的會戰現場 是阿亮第一時間抓到了宇翔 那宇翔被追擊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被擊殺 所以密德一個緊急回頭 來拯救這個宇翔 是的 就變成說 這是一定要有的 不能把射手 它是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輸出角色 那密德起到的效果就是 我現在能幫宇翔多活一秒 試一秒 對 其實到這種時期 感覺MS就已經有兩個 整個不小心給密德吃到了這個藍BUFF 其實到 OK的 有吃到就好 對 到這種時期 其實MS來說 已經可以算是有兩隻射手 因為普雷塔 在大決開起來的情況下 也算是一隻射手 是的 那這邊SMG就很麻煩了 不知道要抓誰 因為普雷塔也很痛 那你的宇翔也很痛 宇翔也很痛 一個雙核心的概念 該拿誰先下手 第一時間 奇奇也把普雷塔給抓掉了 只能各司其子 可能女超人去抓宇翔 然後普雷塔由呂布去抓 對 但是山路兵線都要湧了進來 SMG現在只剩下基地 基地的情況下的話 五 五名隊友都只能在高地塔裡頭守護 對 那這邊普雷塔是 麥基已經走到對方的臉前了 這個司翼大帝剛剛是有正費在阿亮身上的 現在的話SMG已經從塔內打到塔外了 高地塔已經到了出來 但是海牛已經被擊殺掉了 現在被留住了 是宇翔是怕不起來的狀況下落 直接往前要搭配麥基來拆主堡了嗎 前面的話是奇奇想要來牽 跟等一下是阿亮想牽制人 但沒想到 往前的宇翔復活起來 把SMG的主堡給拆掉了 山路高地全破 中路的兵線就要很注意了 因為剛才MS知道自己的中路兵線 會進去的情況下 儘管跟SMG在外面發生了會戰 他們還是盡可能把SMG給留住 儘管Pencil已經意識到中路的兵線 已經進到主堡的情況下 他回去守 但是 那三隻實在是太硬了 太硬了 而且 萬萬沒想到 SMG已經先把宇翔給擊殺掉了 但是宇翔的復活甲起來 馬上偷偷溜走 你偷偷溜走 你跟調活龍一樣 對 剛才的麥基佔尼爾士忌 有直接過去要做插卡動作的 Hansel是有回去防守 可是麥基的 應該說宇翔的復活甲 起來的情況下 直接從旁邊溜走